这是每一个炼丹师极致的追求 因为这就表明 炼丹师对于药草的处理 火候的掌控 时机的把握 都到达绝对巅峰的情况了 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的运气 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但是这种事情 那可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 就算是再厉害的炼药师 也不敢说 在炼丹的过程当中 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 所以完美品相的丹药 向来都是极少出现的 比如这位吴老 他可是二星炼药师当中 极为资深的存在 大半辈子都在钻研 一星和二星的丹药 但是他炼制出 完美品相的丹药 也得靠状态和运气 至于宋婉瑜 那更是一百次炼制成功当中 可能也许大概只有这么一次 能够出现完美品相的丹药 但现在他们看到了什么 一个第一次来考核 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 在第一次炼制丹药失败的情况之下 第二回就炼制出了完美品相的丹药 这 吴老震惊了 宋婉瑜又何尝不是呆住了呢 而看到他们的表情 下缺 则是有点吓住了 莫非有点过火了吗 他不由偷偷地捏了一粒丹药 放在掌心上 精品旋利丹 品相精致的一星丹药 服用后可在八小时之内 获得1543点经验值 消耗五枚可精炼制 完美旋利丹 一听到这系统提示音 下缺瞬间吓了一跳啊 居然是精品旋利丹 自己第一次炼制 就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他注意到 那个经验的增幅 然后算了一下 普通的旋利丹 能够涨500多 接近600的经验值 耗费五枚 可以炼制出一枚 精品的旋利丹 却只能够提升三倍 看样子这 普品以上的丹药进行精炼 都不太划算的 下缺在心中暗想着 当然 现在不管是600还是1500 对他来说都不太够用了 毕竟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升一级 可是需要28万多的经验值 十个小时之内 才涨600多 1500 顶什么用呢 但是这也是一条升级之路啊 而且别忘记了 这还只是一星丹药呢 他可记得三星丹药当中 可是直接提升 两万多的经验值啊 那对他来说 可就不能够忽视了呀 至于说 系统提示的精品 宋万瑜和老头所说的完美这点 下缺倒是早就预料了 似乎系统的判定标准 和这个世界的判定标准 是有些出入的 系统的明显要严格更多 正在这想着呢 吴老头惊愕地看着下缺 说道 这是你练的 不过当听到这句话说出口 吴老头就知道 自己这一句是多么傻的话呀 这丹药含有着余温呢 刚才这个隔间里也只有他一个人 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甚至作弊都不可能作弊 因为作弊毫无意义 一方面 他的这个房间里 药槽看似杂乱 但实际上都是有数量的 只要查一遍 他就轻松地判断出 对方有没有用这里的药槽 而且是用了多少 再结合丹炉里残留下来的药渣子 完全可以判断出 对方手中的丹药 是否是从这里炼制出来的 另外一方面 就算是作弊 弄一个谱品就够了 甚至杂品也完全够用了 什么人去作弊 会用连他都未必有把握 炼制出来的完美品项的丹药 来作弊呢 这不是次第无垠三百两吗 再弱智的人 怕也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吧 他心中想着 下缺带着一些发愣的表情说 是爷爷 我刚才炼制出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五老头脸色顿时变得通红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呀小子 你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 第一次来到丹会考核 来认证炼药师的小鬼 怎么第二次炼制 就能够出现完美品项的 旋律丹来呢 这简直不合乎常理 可是再一想 他又颓然了 事实就摆在你的面前 你不信 又能怎么样呢 他想到了刚才 追问这个小子答案的时候 宋婉瑜的提醒 不问由来 这可是单会里的规矩 单会 你说它是个势力吧 但其实更像是一个炼药师的平台 这里是一个绝对中立的组织 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来进行认证 您要问 这单会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公信力呢 能够做到如此权威呢 无它 便是因为单会从来不去打探 任何人的隐私和秘密 有句话不是说的好吗 知道的越多死的就越快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个势力 单会想要超然外物 就必然要贯彻这一点 所以吴老头再好奇 此时也不能够再多问了 旁边的宋婉瑜 眼中皆是震惊慢慢退去 然后他深吸一口气 压制住自己心中的感慨 突然问道 吴爷爷 他算过关了吧 吴老头呆愣了片刻之后 常常吐出一口气 然后看了看夏雀 但却怎么样 也无法收敛他眼中古怪 和难以置信 恭喜你 两关都过了 如今 你已经是单会认证的 一星炼药师了 跟我来 说完 他当先转身 夏雀愣了一下 也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宋婉瑜低声地说道 你丹药不要了 哦 夏雀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直接将丹盘里的几粒丹药 抓了起来 他这一炉 直接炼制出了七枚旋力丹 品相都是一样的 抓起来之后 他直接塞入了自己的怀中 宋婉瑜 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扶了一下额头说 小鬼 你就这么粗暴地 对待你的丹药啊 等一下 宋婉瑜走了出去 好在外面除了书籍之外 装丹药的瓷瓶也不在少数 随便拿了一个过来 将自己手中的那一粒也放了进去 递给了夏雀 用瓷瓶装着吧 要不然药效多少会流失一些 好的 谢谢姐姐 夏雀连忙点头 非常听话地将怀中的玄力丹 放了进去 还有一枚啊 是在吴老头手中 吴老头已经来到了书桌前 正在奋笔集书写着什么 等夏雀走过来之后 他才直起身子 手中是一卷看上去颇为漂亮的卷轴 卷轴之上 还有一枚叶子形状的银色徽章 这是你的证书和炼药式徽章 证书没什么 不过这徽章你要好好收着 这种徽章是用特殊材质和特殊的手段炼制的 除了丹绘 其他势力几乎无法仿制 带着它 以后但凡丹绘所在的地方 你都可以凭此徽章借用丹绘 或者是出售你的丹药 要是不慎丢了就需要重新补办 这就很麻烦了 给你收好了 夏雀连忙接了过来 放在掌心端详了起来 而片刻之后 他突然心头一动 系统提示音响了起来 宿主身份增加 大夏国当会认证 一星炼药师 夏雀的眼睛一亮 心中感慨 自己现在算是货真假实 而且被这个社会认同的 麻烦你了 夏雀还没有说话 宋婉瑜已经开口了 吴老头无奈地点点头 似乎想要追问夏雀什么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去问 莫了只能够 有些苦闷得白白手 说道 唉 行了 去吧 婉瑜丫头 你自己给她登记一下 好 宋婉瑜点了点头 然后顿了顿 似乎欲言又止的模样 吴老头因为心中的疑惑 得不到解答 很是苦闷的 此刻看她的表情 不由一阵的皱眉 丫头 有话就说 呃 宋婉瑜吐了吐舌头 而后一指她的手上 这单要 吴老头先是愣了一下 而后回过神来 老脸一红的说道 呃 忘记了 忘记了 她手上所拿的 正是夏雀所炼制出来的 一枚丹药呢 连忙将丹药 递还给了夏雀 夏雀其实 对一枚玄力丹 并不是怎么在意的 刚想说 爷爷您留着吧 但是突然感觉到 旁边宋婉瑜 轻扯自己的衣角 心头一动 直接接过来说道 谢谢吴爷爷 夏雀将丹药 也装到那个玉瓶当中 吴爷爷 那我们就先走了 宋婉瑜适时地说道 走吧走吧 吴老头摆手说 夏雀也是略微地欠身 道了一声谢 而后跟在宋婉瑜的身后 离开吴老头的房间 出门前 夏雀还看到 他有些呆呆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正看着自己刚才的答案呢 看样子 果然是有点过分了 夏雀无奈地想着 小鬼 跟我来 出了门 宋婉瑜低声对着夏雀说道 看他的表情 似乎有些问题想问 但还是忍住了没有问 夏雀眨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点了点头 就跟在宋婉瑜的身后 往宋婉瑜的单房 走去了 走到走廊之时 夏雀发现 那之前一直等在门口的老者 已经不见了 当然 他也并没有太过在意 很快跟随 宋婉瑜 来到他的单房 宋婉瑜关上房门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低声问道 小鬼 你刚才炼制的旋理单 用的是十七种药草的那种单方 夏雀文言点了点头说 是啊 这 居然真的可以 宋婉瑜 倒吸一口凉气 脑海中催眼 和事实真的可以炼出来 那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而现如今可以确定 夏缺色掌握的这种古方 的确比一种现在流行的 一型旋理单的单方 要珍贵得多得多呀 这个古方可真古 想到这里 宋婉瑜面色郑重地说道 好吧 那我再提醒你一次 以后如无必要 绝对不要将这古方 透露给别人听 否则你将会非常的麻烦 宋婉瑜的再一次叮嘱 让夏缺轻轻点了点头 事实上 宋婉瑜就算是不说 他也知道要留神了 不仅仅是这个单方 以后他决定啊 系统出品的任何单方 在不确定和现行单方 有什么差异之前 他都不打算再暴露出来了 见夏缺点了点头 宋婉瑜这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 然后他不再提这件事情 反而是上下打量了一下夏缺之后 有些不满地说道 小鬼 戏弄姐姐好玩吗 啊 夏缺呆愣了 没有反应过来 啊什么 你不会真想告诉我 你是一个月前才接触炼药的吧 你觉得我会信吗 宋婉瑜斜看他一眼 因为他绝对不相信 有人可以在一个月之中 只是看了一些点击 就可以在第二次炼制的时候 炼制出一炉 完美品相的丹药 那怎么可能呢 夏缺很是无奈 因为那就是事实 但是现在呢 显然说这种事实 对方绝对不能接受了 所以夏缺没有办法 他只能够露出一个傻笑 看着宋婉瑜 宋婉瑜瞧了他好一大阵子 看他只是在傻笑 也不再说话 为之气节 翻了个好看的白眼之后 嘀咕说道 好了好了 神神秘秘 不说就不说 说正事吧 说完之后 他想了想 接着说道 你现在啊 算是我们单会认证的 一心练要事了 刚才吴爷爷 也给你徽章和证书了 以后你可以自由出入 单会三楼 三楼这里 主要是用来练丹的地方 因为你是在我们 九曲城认证的 所以 你可以无偿地使用 九曲城分会的 一心级的设施 当然 消耗的材料 还是要掏钱买的 比如单煤 药材 又或者 你炸炉了的话 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也得照价赔偿 夏学文言点了点头 这当然是 他能够理解的了 炼灯所需要的药材 什么的 一心级的材料 我们单会 绝大部分都有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 掏钱买 要是自用就自用 如果有一出售的话 单会也会收购 不过 收购价格 肯定不会按照 单会的售价收购 约门单会 售价的八成左右吧 宋婉瑜说道 夏学听到这个之后 愣了愣 然后赶忙问道 姐姐 那么我要是 想买丹药 有没有优惠啊 宋婉瑜愣了一下 然后说道 这当然也是有的 毕竟 你也是 单会炼药师嘛 一星丹药 可以给你八成优惠 二星丹药九成 三星丹药 九成五的优惠 这是一星炼药师的 一些福利 而一听这话 夏学顿时长松一口气啊 如此一来 他的转头 依旧是没变少多少 如此说来 要是达到二星炼药师 优惠更高了 夏学的眼睛 忽而明亮之后问道 宋婉瑜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痴晓说道 那是肯定的 二星丽药师的话 不但你购买单药的价格 会进一步优惠 而且你出售的单药价格 也可以提升 甚至你在这里购买的药材的价格 都会进一步降价 不过小鬼 你有点太贪心了吧 姐姐我距离二星丽药师 都还差不少呢 二星丽药师 不但要对药草 有更加深入广泛的了解 对修为 也是有极高要求的 至少也要达到明翘期 你呀 还差得远呢 直接告诉他自己 已经是明翘六重 会不会有点打击人呢 夏学认真地讲了一下 觉得可能会 于是干笑一声说 是的 的确是呢 宋婉于笑的正准备说什么 忽然房间之中 传来一个男人的愣 扭头说道 爹 在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吃饭了 那个男子带着一脸笑意 一边说着 一边推开了单房的门 然而一推开门 发现其中下缺的时候 他却愣住了 口中的话也顿了下来 不仅有些意外地看着夏雀 又看了看宋婉于 这位是 夏雀听到宋婉于的称呼 已经知道 来者便是他的父亲 自然站了起来 再一看 正是那一个月之前 他第一次来到单会之时 在一楼大厅 迎接了那位大师傅的 宋掌柜 这位宋掌柜 曾经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一楼那般嘈杂的环境当中 他轻声开口 声音却清晰而且柔和地 传送到每一位的耳朵当中 这是他现在都做不到的事情 表明对方的修为绝非寻常 却没想到 原来他便是宋婉于的父亲呢 爹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今天来单会认证的 一心利药师 夏雀 夏雀 这是我父亲 也是九曲城单会的会长 宋婉于给两人互相介绍着 会长 不是掌柜吗 夏雀心头一愣 连忙起身行礼说道 见过会长 一心练有师 认证成功了吗 宋掌柜有些惊讶不由问道 当然成功了 我刚给他讲完咱们的福利呢 宋婉于笑着说道 成功了 宋掌柜明显浮现出了几分的惊讶之责呀 他上下打量着夏雀 发现对方只有十五六岁的模样 没想到居然已经成为了一心炼药师了 当然 他对自己的女儿还是非常了解的 知道他不会信口无言 脸上顿时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好 小伙子不错 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么出色的年轻人了 后生可畏呀 宋掌柜语气中带着些许的赞叹 的确啊 炼药师不同于其他 修武靠的是天赋 可能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不俗的造诣 但是炼药师却不同了 炼药师不但要有天赋 关键还要学习 积累足够的药草知识才行 所以一般来说 炼药师的年纪都会偏大 也就是偏老一些 当然了 这只是一般来说 宋掌柜可谓见多识广 还是见过不少英雄出少年的炼药师 比夏雀出色的也有很多呀 会长你谬赞了 夏雀微微欠身 表现出了自己的谦逊 这种风度让宋掌柜的眼睛又微微一亮 而后微笑点头 忽而想到什么说道 哦对了 天色已经这么晚了 你还没有吃饭吗 不嫌弃的话一起 夏雀是下午三点钟进的单会 但和宋婉瑜说了一阵话 又去考核 现在已经是六七点钟的模样 外面的天色都已经暗了下来 宋婉瑜听到宋掌柜所说的 也顿时笑着说道 是啊 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其实吃顿饭倒也无所谓的事情 不过夏雀想到家里的事呢 他今天才刚买了宅院 而且刚买了奴仆 虽然想来呢 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干什么坏事 但是对两个丫头多少还是有些不放心 当即笑道说 谢谢谢谢 吃饭就不必了吧 今天的家里还有一些琐碎之事 只能够辜负会长的后裔了 以后 以后一定有机会 我做东 宋掌柜正了正 而后却没有强求 笑着说道 那好吧 既然你已经认证为我单会的一星炼药师 以后自然机会不少 有事的话 便也不便强求了 哎 会长 碗鱼姐姐 我就先走了 告辞 夏雀当即告辞说道 宋碗鱼见到夏雀拒绝了 有些不开心的瞪了他一眼 不过想了想 他也便没有强求 点了点头 又说了几句 夏雀离开了 直到夏雀脚步走远之后 宋掌柜这才扭过头看到自己的女儿 这个夏雀什么来头 他刚才叫你姐姐 爹 你问那么多干嘛 你也忘记单会的规矩了 不问由来 至于他叫我姐姐 我年纪比他大 叫我一声姐姐 不也很正常吗 哎呀 快走快走 不提到吧 提了 我还真有点饿了呢 宋碗鱼笑着抱着自己父亲的手 宋掌柜正了正 随即宠溺的挂了下宋碗鱼的小巧高挺鼻梁 无奈的笑道 你啊 这么大个人了 还跟孩子似的 宋碗鱼冲他做了个鬼脸 宋掌柜又是一笑 妇女两人出门而去了 离开单会 夏雀直接回了刚买的小院 大门开着 门口有一名奴仆在职守 然后夏雀发现和白天不同的地方了 白天的时候呢 这个院子正门上还是一片空白 但是此刻 在门上已经挂上一块牌匾 上面写着二字 灵符 一看便是刚刚做好挂上去的 这让夏雀微微震了一下呀 奴仆正好看到他 顿时一惊 然后连忙恭敬小跑过来 恭身行礼 公子 您回来了 夏雀正了正 点点头 嗯 然后仔细端详着牌匾 好奇的问道 这牌匾是谁挂上去的 灰公子 是大管事刚才让人挂上去的 奴仆 恭敬中带着几分忐忑回答 夏雀文言 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往里面走去了 那个奴仆 跟到大门口 看到夏雀没有招呼他的意思 这才送了口气 然后继继续地站在门口 一路走近 不少奴仆看到夏雀 都连忙恭恭敬敬地行礼 公子 公子 夏雀点了点头回应着 不得不说啊 人多了回到这里 他还真的有了一点回家的感觉 夏家祖宅虽然人很多 见到他的行礼之人也不少 但是那种感觉吧 怎么说呢 就是不自在 毕竟那不是他的地盘 而这儿完全属于自己 心中带着几分感慨 进了二进院子 然后抬头一看 就正好看到正坛门口 两个丫头正端坐在门槛之上 表情似乎有些担心和挂念 他们的身边 各自站了一名小丫鬟 恭恭敬敬地就这么处着 而当夏雀的身影出现之时 两个小丫头的眼睛 瞬间就明亮了起来啊 哥哥 云儿顿时一声惊喜地呼唤 连忙小跑过来 林可竹的眼中 也是填满了惊喜之色 眼底深处 之前还带着一抹担忧 现在轻刻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过 他没好意思和云儿那么兴奋 但是他很开心 迎面上了去 看着云儿朝自己跑过来 夏雀顿时不由自主 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小丫头跑到他的跟前 却又猛然止步 似乎想要扑到他的怀里 又好像显得太过突兀和不好意思 一双大眼露出了 他和两个丫头接触的时间 还是有点少 他们并没有完全地放开 但是对于这些 也只能靠着时间来进行磨了 他倒也并不在意 反过来之后 他伸手摸着丫头的脑袋 说道 怎么样 今天有没有和方先生 好好学习啊 有 夏雀摸了自己的脑袋一下 林雨儿顿时开心了 跟着眯起了小眼如同一只小猫 很是骄傲地说道 哥哥 我会写自己名字了呢 哦 是吗 挺好挺好 来 哥哥瞧瞧 夏雀哈哈大笑 一边摸着允儿的脑袋 一边往里面走去 旁边的林可竹 原本有些兴奋的表情 在夏雀摸了允儿脑袋之后 却没摸他的脑袋 有些黯然了 而就在这时 夏雀的另外一只手 就那么柔和地放在他的头上 让他微微一呆 而后 他看到哥哥 扭过头来笑着说道 客竹 允儿是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嗯 你呢 哥哥的手 摸到自己的脑袋 林可竹似乎有些懵了 但是随即 他的眼底流露出了 开心的表情来 然后 他却不由自主地 有些紧张地 说道 我 我也学会了 好 等下写出来 一让哥哥看看 夏雀笑着点点头 公子 林响此时 也从旁边的片房 迎了出来 见到夏雀 恭敬了行李说道 夏雀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林响笑道 嗯 干得不错 得到表扬 林响也显得十分开心 连忙说道 厨子早就已经做好饭菜了 不过二位小姐 坚持要等公子回来 便没让上菜 我现在就让人上菜 夏雀文言点了点头 同时心想 幸好没有和宋碗鱼妇女去吃饭 要不然两个丫头啊 等不到她 晚饭可能都不吃了 带着两个丫头走进了正堂 她笑着询问啊 今天方先生所教的东西 听到云儿兴奋的讲述 林可竹时不时 补充一点 夏雀大致明白地说道 方先生肯定是看两个丫头 都没有什么基础 所以呢决定 从最基础的开始教 比如两个人的名字 姐姐 我们写给哥哥看 好不好 林允儿对着可竹笑着说着 显然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可竹脸色微微一红 但是很快 她也点点头 好 让我看看你们学习的成果 夏雀乐着说道 然后她看到两个丫头 跑到正堂两张桌子的后面 那桌上已经摆好了笔墨纸页 很显然这丫头早就知道 在这个时候 要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 夏雀微笑 看破不说破 然后她看到两个丫头 在那嘀嘀咕咕说了几句什么 两个小丫头的脸 也变得认真起来 看那个气度 倒是似母似样的 宁神伴赏之后 两个丫头 落笔开始写了起来 他们写得很认真 夏雀在旁边看着 倒是看不清楚 两人写的是什么 足足过了大半天 他们两个写好了 然后他们便凑到了一起 相互看着 彼此写的什么东西 然后 让夏雀有些 哭笑不得的一幕出现了 他们竟然拿起了笔 在彼此写的文字上 各加了一两笔 然后 两个丫头 深吸一口气 点了点头 这个模样 看得夏雀有点想笑了 这叫通力合作吗 然后 她便看到两个丫头 把笔给放好 然后将宣纸拿起 开心地跑了回来 哥哥 我们写好了 夏雀一笑接了过来 一边展开 一边笑着说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 你们写的字怎么样 说着 她展开了一张宣纸 然而当看到 上面的文字之后 她却愣住了 而后 目光顿时融合下来 这字 算不上漂亮 甚至比夏雀的 蚯蚓爬 更加难看一些 歪起扭巴的 甚至仿佛要散架了一样 但上面写着的是 哥 夏雀 这是林允儿写的 此时小丫头 有些忐忑 而又有些期待地 偷偷看着夏雀的表情 夏雀 静静地看了一下之后 轻轻吐了一口气 没有说话 她又将林可竹的那张 给摊开了 永安乐 哥下缺 永安乐 夏雀静静地看了片刻过后 然后放下了宣纸 两个丫头则是有些忐忑了起来 可就在他们忐忑之时 忽然一只大手 将他们紧紧地拥入了怀中 瞬间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啊 可是紧接着 心脏砰砰地跳动了起来 拉他们入怀的是自己的哥哥 谢谢 谢谢你们两个 哥哥很开心 这两幅字 我让人表起来 然后挂在哥哥的房间里 夏雀温柔的声音 传入两个丫头的耳中 两个丫头的眼泪 顿时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但是眼神却很是开心 到这一刻 兄妹三人的感情 因为歌夏雀 永安乐六个字 而真正的凝结了起来 旁边的两个丫鬟 看到这一幕都热泪盈眶了 今天两个丫头学习写字 原本方先生 是要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但是两个丫头呢 几乎同时拒绝 他们要写的头两个字 就是夏缺 然后 他们又想了想 觉得夏缺两个字 不足以表达 他们对哥哥的喜欢 但太过复杂的字 他们又怕学不会 于是就学了这样六个字 除了夏缺二字比较复杂 歌永安乐 这四个字 笔画都是比较简单的 他们将这个当作礼物 送给了哥哥 可怜夏缺当年的钢铁之男 看到这样六个字 居然不由得鼻头一钻 好在他聪明 第一时间将两个丫头 涌入了怀中 眼泪在这个过程当中 滴在两个丫头的身上 这才没有当众出仇 哎呀 他娘的 这俩丫头 太惹人疼了 夏缺心中大骂着 心头的痛惜之感 却是越发的浓郁弥漫 终于饭菜上来了 算是解救了夏缺 一看这菜色啊 果然是色香味俱全 这其中还有玄瘦肉 是林翔下午拆人去买的 尝了尝 夏缺顿时觉得 这钱花的值 自家厨子的手艺 丝毫不比以前 去吃的酒楼的大师傅差 夏缺当然不吝啬地夸赞一番 厨子也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小院子 二进院 灯笼高悬 光照四方 正堂之中 夏缺和两个丫头 正在吃着东西呢 旁边有一个丫鬟和奴才 伺候着 他们脸上也不由自主 在云儿开怀大笑的感召之下 露出一丝发自肺腑的笑容来 这个才刚刚组建起了一天的大家 在这一刻 连带着那些奴仆们 都感觉到一丝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相对于夏缺家的温馨而言 程北沈家 此时的氛围 却不怎么美丽了 刺耳的尖叫声 甚至带了几分的歇斯底里 在西乡房传了出来 小姐 你 你冷静点啊 小姐 滚呢 滚呢 是 是 您别着急 我们这就滚 这就滚 狼狈的奴仆和婢女 从西乡房中 狼狈万分地跑了出来 脸上都带着几分的焦虑和忐忑 院子当中 正准备往西乡房去的沈安妍 脚步停了下来 她听到这刺耳的怒吼之声 心中却不由一痛啊 嘴唇都紧紧地抿了起来 在她身后的老管家 额头见汗 她担心地朝着西乡房频频地看去 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能站在沈安妍的背后 爹 复旦师还是没出关吗 一个青年男子快步走了过来 他的脸上带着焦急询问着 沈安妍的眼底 浮现出了一丝黯然 轻轻地摇了摇头 那 那怎么办 青年男子脸上 浮现出了一丝的苍白 月旗的伤 不能继续这样脱下去了 我又何尝不知道 但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 人家是三星大师 正在炼丹的关键时刻 我能怎么办 沈安妍突然暴怒起来 怒声地咆哮着 那名青年的脸色顿时一变 张张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父亲对妹妹的疼爱之情 绝不在自己之下 甚至还在自己之上呢 此刻父亲的心中 怕也是极为焦急了吧 想到这里 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眼底甚至隐隐地 有一丝的绝望 之前请了好几位 二星炼药师 来帮自己的妹妹看过 都表示无法将 他体内的旋力丝线 给倒出来 如果任由这些旋力丝 在体内留下的话 久而久之 甚至可能会对身体 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到那个时候 他的眼中浮现出了一丝疼惜 但是随即他的心目当中 又出现了一丝的仇恨 早知道 早知道 他咬牙切齿 心中却是对两个婢女 恨之入骨 他早就已经知道了 妹妹受伤的来龙去脉 出手的夏无缺他也恨 但又恨不起来 自然就有更大的怒火 迁就在可逐的身上了 在他看来始作俑者 便就是他 早知还有今日 他早就应该 在对方还在沈家的时候 杀掉他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 让你去找韩家那位公子 他怎么说 沈安言发泄一声之后 脸色铁青 但终究深吸一口气 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沉生问道 一听这话 沈如海的脸色一变 咬牙说道 别提了 那韩又克薄行寡义 月琪跟他怎么样也算是 多年年的朋友 但这次出事 他反而全部怪在月琪身上 当日要不是跟他去引沙坊 月琪又怎么会出事 前两天对我避而不见 今日被我难住了 反而还说什么 没有找我沈家麻烦 以及是看在月琪的面子上 说什么韩家公子 我看他 在韩家根本无足轻重 大约是根本没有能力 请到韩家的三星炼药大师 才找这种借口罢了 沈如海所言极为不客气 甚至直呼韩药客的名字 沈安言繁言 面色微微一变 连忙低声喝止道 沈言免得祸从口住 怕他做事 忽加忽畏的家伙罢了 对着咱们小家小族的 仗着韩家招牌 作威作福 陪带面对和他差不多身份的人 顿时就原形毕落 沈如海还是气不过 不过 骂了一声之后也安静下来 依旧神情愤愤不平 沈安言的脸色也很难堪 片刻过后他轻叹一声 低声地说道 算了 以后少跟这些人来往就是 咱们沈家终究是差得太多 说到最后 他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丝黯然 在城北普通人来说 沈家算是不错了 但是面对九曲城四大势力之一 那还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爹 那现在怎么办 沈如海又看向了沈安言 还能怎么办 只能疼着了 沈安言低声地说道 心中却是凄苦到了极点 女儿重伤 他不能够报仇不说 甚至到现在 连找人治疗都不见得能做到 这对他来说 却是极大的打击 一夜时间 就这样悄然过去了 到第二天一大早 那声刺耳的骂叫之声 再次响起 几个奴仆婢女 再次狼狈地跑了出来 沈安言好几夜 都已经没睡好了 但还是早早起床 看到这一幕 她的神情有些暗然 但是很快 她又强忍着 振奋了自己的精神 准备出门 老爷 您还要去单会吗 胡公子来了 刚刚走出了门 老管家就迎面走了过来 看到他 连忙行礼低声说道 在老管家的背后 正是胡家成 见到他恭敬的行礼说 沈伯伯 看到胡家成 沈安言心底一叹 对他的感官 却又大为不同 之前沈月琪 未出事之前 和韩家的韩耀客 走得是很近的 当时的他对这种事 可谓是乐见其成 毕竟那可是韩家呢 如果月琪 真的能够嫁入韩家 那对他沈家来说 也算是攀上高枝了 就算韩耀客 再怎么不堪 那也至少是韩家人呢 借着韩家的招牌 他们沈家能够得到 不少的好处 而胡家成呢 他的家世和沈家相当 甚至还要差上些许 很早之前 沈安言看出 胡家成 对自家女儿 有爱慕之意 在当时啊 他的心中 是颇为反感的 就怕因为胡家成 而引起韩耀客 对沈月琪的不满 不过 胡家成 虽然对沈月琪爱慕 但从来没有直白地表达出来 所以沈安言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对他 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 但所谓患难见人心 沈月琪现在 病重了这么多天 他曾经的朋友 仿佛压根不知道这事 尤其是韩耀客的所作所为 更是明摆的 置之身外 而不理 对沈月琪 毫无情意可言 让他明白道 在人家眼中看来 他沈家 哼 根本什么都不是 唯有着胡家成 这几日为了月琪 他可谓是尽心尽力 甚至为了月琪 他不惜得罪韩耀客 沈安言的心中 过位感动啊 再看他 已经有点老丈人 看女婿 越看越 你来了 沈安言对他微微点点头 胡家成也点点头 而后看向了西厢房 眼中带着几分的忧虑啊 沈伯伯 月琪他 唉 还是一样 不肯见人 沈安言轻叹了一声 胡家成眼中 却浮现出了一丝的疼心 深吸一口气之后 低声地说道 小植 可以去看看他吗 沈安言轻轻点了点头 嗯 去吧 你跟月琪 也算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帮我劝劝他 叫他不要灰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他的 听到青梅竹马四个字 胡家成呆愣了一下 但是随即回过神来 神情有些激动 甚至不敢置信地看向沈安言 沈安言轻叹一声 然后轻轻拍了拍胡家成的肩膀 去吧 等月期好了 只有他愿意 让你父亲来跟我聊聊吧 胡家成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此刻的他激动的浑身上下 都有些颤抖 这句话的含义 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是 但是最终 他微微颤抖着 应道 沈安言不再多说什么 又拍了拍他的肩膀 款步地走了过来 他还要去单会等着 确保大师傅出关之后 他能够第一时间地请到他 胡家成则是深吸一口气 往西厢房走去了 厢房之外 站着不少的奴才和婢女 此刻都有些一筹莫展的感觉 胡家成走了过来 这些奴才和婢女们 都赶忙着行礼 低声地称呼着 吴公子 胡家成这段时间 天天来到这里 婢女和奴才 对他都非常的熟悉 胡家成点了点头 忽然停了下来 他看到有奴仆端着托盘 上面摆放了一些食物 这是给你们小姐准备的 他低声询问着 那个奴才愣了一愣 然后连忙点了点头 低声地担忧说道 是啊 小姐自从醒来之后 就不怎么肯吃东西 前天还勉强吃了一些 可这两天一口都不吃 这样下去 怎么受得了啊 胡家成醋眉 而后低声地说 交给我吧 那个奴仆一愣 接着连忙双手递过来 有劳虎公子了 胡家成点点头 然后接过了托盘 轻轻推开了厢房的门 迎面是一个屏风 一阵阵幽香 从中间传了出来 滚 不是让你们都滚了吗 开门声 仿佛惊动了里面的人 一道尖叫的大骂声 响了起来 是沈月琪的声音 月琪 是我 胡家成连忙开口说道 里面的声音 顿时停了下来 然后他听了一阵 那压抑的低声哭泣 随口大骂 你来干什么 不许你进来 你也滚 滚 胡家成的心理 可谓是疼惜万分 狠狠地咬了咬自己的牙 他却没有听话地出去 而是绕过了屏风 接着便看到床上 仰面躺着的沈月琪 现如今他浑身上下 都不能动弹 仰面地躺着 眼泪顺着两边 流了下来 他的脸上还缠着一些纱布 尤其是鼻子上 能够看得出来 他的伤势还没有彻底地好 当胡家成走进来 他看到之后 脸上顿时流落出了 慌张而又暴躁的神情 你做什么 不是让你滚吗 让你滚呢 沈月琪激动到了极点 他浑身上下都在颤抖着 却又无法动弹一丝 全身上下仿佛有一座巨山 将他压得死死的 尤其是关节部分 仿佛被缠上了厚厚的茧 连弯曲都做不到啊 稍微用力 就有尖锐的疼痛感 仿佛要将他的关节 给刺破一般 这种感觉 可谓生不如死 让他几乎就崩溃了 胡家成没有说话 咬着自己的嘴唇 缓缓地走到了他的床边 将托盘放在床边的茶几上 我听说 你已经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先吃点东西吧 好吗 胡家成温柔地说道 胡家成 我不要你滚 你滚出去 我不吃东西 我不吃 沈月琪却根本不领情 他尖叫地大骂着 胡家成没有多说什么 他放下了粥 却是轻轻地 将沈月琪的上半身 轻柔地抱了起来 沈月琪的脸上 顿时流落出了惊慌之色 连连大骂 胡家成 你做什么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但是胡家成 并没有理他 他柔和地 将他的上半身 抬了起来 然后在沈月琪的身下 塞了好几个枕头 让他的上半身 能够抬起来 而后又端过来 一碗米粥 用勺子咬了一些 放在嘴边轻轻一吹 送到他的唇边上 来 我喂你 我不吃 我不吃 胡家成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我要你滚 要不然 我杀了你 我杀了你 现在的沈月琪 早就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他歇斯底里地咆哮着 要杀我 等你恢复了之后 我绝不抗拒 但现在你要吃东西 要是不吃东西 身体坏了 你可打不过我 胡家成文言 脸上露出柔和的笑容说道 沈月琪呆愣了一瞬间 但是随即 他又尖叫了起来 我说我不吃 不吃 胡家成 你滚 你滚 沈月琪的不配合 让胡家成咬了咬牙 趁着他大叫的时候 他将一碗米粥 送到了对方的嘴中 顿时让他接下来的话 全都给堵住了 沈月琪眼中露出的是暴怒之情 然后却又直接将嘴里的东西喷了出来 这一口 喷了胡家成一头一脸 然后他恶狠狠地盯着胡家成 你喂喂我就吐 我就不吃 就不吃 胡家成的动作 微微顿了一下 轻叹一声 却没有管自己身上被喷上的米粥 而是仔细地将滴落在 沈月琪下巴下的米粒 擦拭干净 这个动作 让暴怒的沈月琪 灭策微微一凝 但随即 又死死地盯着胡家成 咬着嘴唇 不肯发出声音来 但是 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躺啊 他的眼神里 带着灰败的绝望之色 让胡家成的心头猛然一通 然后 他的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 终于 狠狠地咬了一下自己的牙关 仿佛做出了什么决定一般 月琪 你放心 他咬牙说着 在心中暗暗地发誓 一定要把对方救治好 然后猛然站起了身子 江州放在一旁 看着恶狠狠盯向他的沈月琪 猛然转身 大步走了出去 胡公子 胡家成 进入房间短短的时间就出来 让外面的奴才 脸色微微一变 惊恶地看向了他 但是胡家成却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咬着牙 眼睛飞红 快步往大门走去 解灵还须细灵人 三星大师求不到 那就只能求细灵人了 胡家成眼中露出 一如既往的热闹 哪怕是在上午 人也非常多 胡家成赶到单会 在一楼扫了一眼 直接向着二楼走去了 然后他一眼就看到了 在那个隔间之中 正在看书的宋婉瑜 但想了想之后呢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过去 而是直接往三楼而去 二楼护卫看到他上了三楼 迟疑了一下 但并没有阻拦下来 在三楼的走廊里 他看到了 正在一个房间门口站立的沈安岩 他愣了愣 而后款步地走了过去 沈伯伯 沈安岩文言抬起了头 看到是他来了 然后低声询问着 月期怎么样了 还是那样 胡家成低声说完 看了看旁边的房间 低声说道 傅大师 还没出来吗 沈安岩的眼神黯然下来 之后轻轻点了点头 气氛也随之沉默下来 片刻之后 胡家成深吸一口气 低声地说道 那 不问您候着 小植 去想想其他办法 其他办法 沈安岩还没有回过神来 却见到胡家成 已经转身离去了 不过他现在对胡家成 还是比较信任的 心中虽然是好奇 但也没有多问什么 看到他下楼而去 下到二楼 胡家成直接朝着 那个隔尖走去了 婉鱼小姐 宋婉鱼正在看书 听到呼喊之声 不禁抬起了头 就看到了胡家成 这让他微微愣了一下 是你啊 宋婉鱼愣了愣 还没找到三星大师吗 胡家成摇了摇头 而后他深吸一口气 恳求地看向宋婉鱼 婉鱼小姐 求您一件事 宋婉鱼也愣了愣 而后却又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也想帮忙 但当会的三星大师 身份非同寻常 而且都神龙见首不见尾 我也帮不上你 不 不是求您帮我找三星大师 胡家成连忙说道 哦 那是什么 宋婉鱼有些意外 胡家成的嘴角 咬了咬之后 这才低声地说道 求婉鱼小姐告知 夏公子的居所所在 夏公子 宋婉鱼先是一愣 但是随即 她的眼底却猛然一缩 盯向了胡家成 哪位夏公子 就是昨天下午 同婉鱼小姐 一起的那位夏公子 胡家成连忙说道 难道是夏区吗 宋婉鱼的目光一宁 表情也略带地严肃了起来 胡家成当然不知道 他这突如其来的打探 却是让宋婉鱼给误会了 要知道昨天夏缺在他这里 可是暴露出一个 远比现在一星旋律丹 都要好很多的古丹方出来 有关这个事情 宋婉鱼知道牵扯甚大 很可能给夏缺带来极大的危险 所以谁都没有说 包括他的父亲 他都没有提及 但是此人为何现在 突然来打探夏缺的消息呢 很自然 宋婉鱼产生了联想 他想到昨天 和夏缺在走廊的时候 这个胡家成貌似也在 难道他听到了什么 宋婉鱼的目光 变得有些锐利 盯着胡家成 你找他做什么 宋婉鱼淡淡地问道 宋婉鱼突如其来的表情变化 让胡家成吓了一跳 然后几乎下意识地说道 在下对夏公子有一事相求 一事相求 什么事啊 宋婉鱼赶紧追问 胡家成迟疑了一下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 夏缺就是始作勇者这事 而是低声地恳求道 一件私事 还请婉鱼小姐不吝止教 不能说出来 因为这件事情 关系到夏家和韩家两家的相争 胡家成觉得 关系到夏韩两家 他还是不要乱嚼舌头根的好 上一次宋月琪重伤 来求宋婉鱼治疗 韩药客 都没有将夏无缺的身份说出来 此时他自然是不敢提的 私事 什么私事啊 但宋婉鱼现在 却似乎有些不依不饶地追问 胡家成呆愣了之后 咬了咬嘴唇 低声地说道 这个 在下不能说 只是希望婉鱼小姐您 抱歉 这个忙我帮不了 见到胡家成不肯说 宋婉鱼也是皱起了眉头 而后淡淡地开了口 啊 胡家成一呆 而后急了 婉鱼小姐 求您 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所以帮不了你 没别的什么事的话 请吧 宋婉鱼 却已经重新坐了回去 拿起了书 看了起来 胡家成呆愣了一下 然后他看到宋婉鱼 淡漠的表情 却是知道 对方的确 是不想帮他了 他咬了咬牙 而后恭敬地 对着宋婉鱼道 如此 打扰婉鱼小姐了 说完他转身离去 宋婉鱼在他转身之后 却是皱起了眉头 莫非真让他听了去 他有些担心起来 皱皱眉头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的确不知道 夏居住在何处 而离开二楼的胡家成 来到一楼 表情有些茫然 片刻过后 他就一咬牙 那我就等着吧 他既然来过一次单会 也许还会再来 他心中想着 就在单会等待了起来 哎我说啊 两个小美女 今天也要好好学习 知道吗 吃过了早饭 方先生已经来了 夏居摸着两个小丫头的脑袋 笑隐隐地说道 嗯 哥哥 我们会好好学的 两个小丫头都坚定地点点头 一副很努力的模样 夏居笑着揉了揉他们的脑袋 让他们好好学习去了 而后夏居却动了身 向着大门口走去 哎呀 好了 昨天弄到一星炼药师的身份了 今天可不就得去买一些 炼质粗糙的旋力单 精炼一发吗 嘿嘿嘿 多花点钱 然后再去买宁华单 夏居的眼睛随即一亮 那个宁华单 一次可以提升近两万的经验值 而他现在到屠宰场去干活 一天也就能够弄上一万多 不到两万的经验值 加上那个宁华单 他的升级速度将直接翻上一位 心中想着 他出门而去了 很快便来到了单会 然后他直奔柜台而去 哎 我要买单药了 他笑着对着柜台中的侍者说道 却没有注意到 当他走进之后 单会一楼楼梯口 一道惊喜的眼神落在他的身上 等到了 胡嘉诚此刻激动到了极点 胡嘉诚却又顿住了 而后脸上浮现出了迟疑之色 他看了看四周人太多 最终咬了咬牙 只能够站在远处看着 没有靠近 夏居站在柜台之前 并没有注意到楼梯口的胡嘉诚 他是要来购买单药的 这位公子 您要买什么单药 有侍者走了过来 哦 一星旋律单 品相普通的一星旋律单 夏居想了一下之后 说道 品相普通 那名侍者显然愣住了 夏居笑了笑说道 给家里下人用的 数量要求很大哦 侍者顿时恍然了 九曲城确实有不少的市家 是给自己下人大批量的购买旋律单的 这倒也没什么奇怪的 那您有多少呢 试者询问道 这样吧 下来一千枚 夏居笑着说道 他早就盘算好了 单会的所谓 普通品相的旋律单 其实就是系统认定的 粗制滥造的旋律单 一枚五十两白银 五枚可以提炼出 一枚单会所谓的 精品旋律单 那精品旋律单 就是价值十两黄金了呀 一千枚可以炼制出 两百枚的精品 价值就是两千两的黄金 而这一千枚 粗制滥造的旋律单的成本 也不过五百两黄金呢 这一来一算 中间是一千五百两黄金的差价 干什么 能比这个还赚钱呢 瞬间就足够让他买下 他掩热许久的 三星宁华单了 一千枚 试者听到这个数量 大为吃惊 眼睛瞬间瞪得圆咕隆咚的 怎么 没有啊 下缺挑了挑眉 不 是有的 不过 我们这里没有那么大的单罐 您看 不过试者很快又反应过来了 一千枚 一次性买那么多的旋律单的人 确实不多 但是对于单会来说呢 这也并不算太多 毕竟 旋律单一直都是消耗最大的基础单药 但凡炼药师几乎都懂如何炼制 所以每天铲出也不在少数 只是因为如此大量购买旋律单的人比较少 他碰到最多的也就一次买一百两百顶天了 但如今却要一千枚 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单罐啊 啊 这倒没事 随便给我找个袋子 能装就行了 下缺倒是不在乎的说道 用单罐装单药 能够保证单药的药效不那么快的消耗 如果是旁人的话可能会比较在意 但是下缺 用这些单药是当作原材料的 只要是系统承认变成粉末都无所谓 他自然并不在乎 啊 袋子 逝者听到他的话瞬间有些发懵了 单药这种东西呢 那是十分珍贵的呀 刺一些的单药是用瓶子装的 高级一点的则是用玉瓶来装的 要是再高级一些 甚至都要用到百年寒玉 千年暖玉之类的质宝来装的呀 袋子 他发呆了 快点不行吗 下缺赶忙催促的 啊 是 公子稍等 待侍者回过神来之后 却只能够一脸古怪的告罪了一声 然后他便转身离开了 下缺看到他和其他的几个侍者说明了情况 那些侍者明显也是有些意外啊 惊讶而古怪的往下缺这边看了几眼 然后他们开始在柜台后面的架子上取药了 有侍者跑开了一会儿 拿了一个口袋过来 然后他们便开始一边清点数量 一边往袋子里倒丹药 周围还有不少客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有些发懵的 然后偷偷打量下缺 但是下缺却并不在乎这些人的打量 而今的他 今非昔比了 明翘期的修为 已经让他有足够的底气 去做一些事情 不必再像之前那般如此的小心翼翼了 哎呦 哪家人哪 买这么多丹药 不知道啊 不过看这穿着应该不是普通人 可能是哪个大市价吧 用布袋装弹药 啊 再怎么说 也太过分了吧 周围几个人都在议论纷纷 不过这里是单会啊 议论归议论 倒是没有人来找下缺的麻烦 楼梯口的胡佳成看了一眼之后 眼神快速的闪动了起来 难道 他是在给下家买单药 这么重要的事情 也交给他做 看样子 这位下午缺公子 在下家的地位 远远超过那韩药客呀 他的心中震动了 但是随即 眼中又流露出几分的忐忑 对方的身份越高 他接下来成功的希望 也就越低了 可是 当想到病床上的沈月琪 终究那份忐忑还是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片的坚定 无论如何 也要尝试一下 他咬咬牙 心中鼓动着 等待约没了十几分钟 那名侍者一脸古怪的跑了回来 额头上都已经看到汗了 气喘吁吁的说道 公子 让您久等了 这是您的一千枚旋利单 说着他一脸古怪的 将一个大口袋递了过来 夏雀眼睛一亮 直接打开了口袋 伸手随便地往里 叹了叹 炼制粗糙的旋利单 通过粗糙炼制手法 而炼制的旋利单 果然是炼制粗糙的旋利单 您点点 侍者客气地说 不用了 夏雀却直接把小袋子 绳口一拉 把袋子给系好 一千枚拇指大小的丹药 装得满满一袋 对了 多少钱呢 一共五百两黄金 侍者连忙说道 我有这个 你看能减免多少 夏雀说着 一边取出昨天 吴老头给他的徽章 侍者一看 顿时露出了惊恶的表情 这是 念药师徽章 他连忙接了过来 仔细地看了看 的确是他们单会下发的 炼药师的徽章 这个徽章 呈现的是银白色 如同一片银叶一样 略微有一些弧度 其上面刻着 极为复杂的精美花纹 银叶弧面的正上面 雕刻着一颗星 一星炼药师徽章 在星星下方 则是一片空白 客观稍等 他告诉一声 从柜台下面 取出了一根毛笔 那个毛笔之上 占的却不是墨水 而是一种像水一样的透明液体 他轻轻地用毛笔 在那空白之处点了一下 然后便看到那空白的地方 两个金蓝色的字体 浮现出来 下缺 下缺的目光 微微一动 五老头说 这徽章的特殊之处 便是说此吧 原来这是个防伪标志呢 他轻轻嗅了一下 却没有闻到 那个液体 到底是什么成分 可见这所用之物 者常常出了口气 然后看着下缺 一脸惊叹地说道 真没想到 您居然是一名 一星炼药师 下缺笑了笑 试着着实有些惊讶了 那可是 一星炼药师啊 而眼前这个公子 最多也就十五六岁的模样 竟然 他 简直不敢置信 但是手中的徽章是真的 这点是完全可以确定的 确定了这点之后 他再惊讶 也只能够埋藏在心中了 单会 从来不会过多地 来打探客人的秘密 啊 既然公子 您是一星炼药师的话 那么依照您的炼药师等级 将享受购买一星炼药 八折的优惠 所以一共是 四百两黄金 下缺的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宋万瑜果然没有骗他 嗯 给 下缺也不磨叽 从怀中取出 四张一百两的金票 试着接过去 仔细地辨认 确定是真金票之后 略微地欠身说 啊 公子还需要些什么呢 下缺却是笑着摇了摇头 提着手中的单药袋子 转身走了 而他这一动 那些站在楼梯口 一直看着他的胡佳成 也是牙关一咬 赶紧跟了出去 街道上的人非常之多 下缺就这样提着 一千枚旋力丹 静直向着城南走去 胡佳成 一直在人群中跟着他 好几次想要上前拦下下缺 但是周围人太多 中秋还是忍住了 尤其是对方手里还提着 一千枚旋力丹 他就更加不敢乱来了 那可是价值五百两黄金的东西 他可不想让对方产生一丝的怀疑 等他将丹药送回之后再说吧 我等着他 总能等到的 胡佳成最终如此地想着 很快胡佳成一路跟着下缺 就来到了城南 然而当他看到下缺 直接走到一个挂着 灵府招牌的小院子之后 胡佳成却是有些懵了 灵府 他不是夏家人吗 买的那些丹药 不是给夏家买的吗 胡佳成可谓一脸的迷惑呀 但想了想之后 却没有轻举妄动 他打算在外面等着 也许对方很快就会出来了 公子 公子 回到灵府当中 奴才婢女看到他 都赶紧地行礼 夏雀微微点了点头 走进了二进院子 往正堂里边一瞧 便看到方先生 正在给两个丫头上课 这位方先生 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 一笔一画地交着 而丫头呢 也是认真地听着 都没有注意到外面的她 夏雀微微笑了一下 没有打扰他们 而是直接往自己的房间走去了 公子 您回来了 正在和几个奴仆说着什么的 林翔看到他 连忙停下了话头 恭敬地行礼 公子 几个奴仆 也连忙地行礼 夏雀摆摆手说 啊 忙你们的啊 别管我 然后 不理会那些发愣的几个人 直接走进了自己的房子 进到房中的夏雀 脸上露出了笑容 直接将装着丹药的袋子 放在了床上 把袋口打开 然后一把抓进去 接着脑海中系统提示音 再不停地刷新着 足足用了几分钟 才将这些旋律单 全部放进到系统空间里面 再瞧瞧数量 是一千零一枚 当然这不是对方多给她了 而是之前她本身就有一枚 那是夏家上个月给她的月份 这个月的月份啊 她还没有时间去取 当然 其实她也并不在意 然后她直接坐在床上 深吸一口气 呼 精炼 一声令下 精炼旋律单 开启精炼 炼制成功 获得旋律单一枚 系统提示音响起 整个过程 月末用了近30秒左右的时间 这才精炼成功 再看一下系统的背包 一千零一枚 炼制粗糙的旋律单 变成了996枚 而那旋律单 变成了两枚 夏却笑了笑 再一次下令 精炼旋律单 开启精炼 精炼成功 获得旋律单一枚 再来 精炼旋律单 开启精炼 炼制成功 获得旋律单一枚 接连炼制了十多枚之后 夏却眉头轻轻一蹴 嘀咕道 不知道有没有批量精炼啊 一次30秒 老实说 耗时时间不算长 要知道 炼制一炉旋律单 最少也得一个多小时啊 精炼只需要30秒就能够完成 可以说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但这种机械式的行为 让人感觉 时间还是很长 所以夏却 几乎下意识的 想着有没有批量 而就在他意念移动之时 系统突然出现了一条提示 检测的宿主 批量精炼意愿 开启批量精炼 开启失败 宿主VIP等级不够 请提升VIP等级 可开启批量精炼功能 夏却瞬间就呆住了呀 然后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你嘛 你都不告诉我怎么课金 我课什么课呀 你让老子拿什么开VIP 狗逼的游戏 挥我青春 但是最终 也只能轻叹一声 继续精炼 精炼旋律单 开启精炼 精炼成功 获得旋律单一枚 就这样 夏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 单次精炼 机械般的工作一样 在夏却工作的时候 单会三楼 一个单房之中 这个单房 比只送碗鱼的单房 要大了很多 而且 里面的东西 都摆得非常的整洁 里面的药草极多 但是都已经分门别类的 摆好了 一个屏风 立在房间的正中间 在屏风的后方 有红色和蓝色的光滑 在相互的闪烁着 一个身穿轻衣的女子 正紧紧地看着那个屏风 她看上去非常的紧张 嘴里也一直在轻声地嘀咕着什么 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成功啊 她很紧张 原因是她知道 现在炼丹 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忽然 只见那个屏风后面的红光 猛然激舍一下 房间里的温度 瞬间就拔高了 轻衣女子的情绪 一下紧张到了极点 等圆了眼睛 浑身上下 也跟着紧绷起来 然后她听到一声低吼声 伴随着那低吼之声 只见那蓝色的光滑 竟然也猛然地狂暴起来 一瞬间 就已经压过了红光 红光和蓝光 开始彼此纠结 而后是红光大盛 时而蓝光大盛 这般纠结的场面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轻衣女子 只觉得自己全身上下 都已经僵硬的时候 开 一声低吼响了起来 随即砰这声巨响 猛然炸开 小姐 轻衣女子 忍不住大叫一声 随后连马后紧接着 一道奇异般的极致幽香 猛然弥漫开来 瞬间覆盖了整座房间 轻衣女子 闻到药箱之后 她的脸色瞬间大洗起来 她冲过了屏障 然后就看到 一尊丹炉已经打开 而在丹炉旁边 另一个轻衣女子 脸上露出一丝 欣然的笑容 她的精神感觉到 有些疲惫了 但是却透着开心和满足 耗费了九天九夜 总算没有白费 勉强算是成功了 那个女子年方二八 却是美得不可方物 此刻她的精神之中 透着一种憔悴和疲惫 但却为这种美 附上一种 令人心醉的柔和 她的眼光 落在那个丹炉之上 丹炉几乎已经就废掉了 开了许多的裂纹 那个炉盖 更是直接的翻开炸飞 落在不远之处 已经是四分五裂了 而在那个 还算是完整的丹盘枝上 一粒湛蓝色的丹药 正在耀耀放光 光是看那个外表 就感觉到非同寻常啊 丹会的丹炉 还是差了些 炼制三星丹药还好 四星的就太勉强了 而且用丹煤炼制的四星丹药 速度也太慢了 而且消耗极大 憔悴美艳的女子 轻叹一声 唉 这一次算是勉强成功 有极大的运气因素 再来一次 就很难说了 若是有人听到这句话 只怕都要惊得目瞪口呆了 他看上去不过年方二八 但听他这个话的意思 竟然可以炼制四星丹药 要知道 在整个九曲城 包括四大市里 都没有一个四星炼药师啊 而他竟然 小姐 你也太客气了 整个九曲城 谁敢说自己 能炼制四星丹药呀 只有你副大师可以 那个轻衣女子 却是嬉戏一笑 这个年方二八的女子 就是九曲城 极富盛名的 傅大师 傅大师微微正了一下 先是轻轻一笑 而后说道 收起来吧 嗯 轻衣女子点点头 然后从怀中 去出了一个玉瓶 一看便知 这个玉瓶可不一般 居然嘶嘶透着一股寒意 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 玉中极品 寒玉了吧 她走了过来 小心地捏起那个丹药 把它放到寒玉瓶之中 盖上了盖子 寒玉为瓶 其中丹药的药里 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消耗 而后 她的脸上露出了几分的迟疑 忍不住地说道 小姐 你真打算将这枚四星破镜丹 给家主吗 你不是也快到瓶颈了吗 到时候 自食以后 休要再提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那个傅大师给打断了 她轻轻地摇着头 做人要知恩图报 错非家主庇护 我又岂能这般轻易地 在这酒举成站门脚跟 三星令药师又如何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家中因何遭难 你不知道吗 傅大师的眼神 泛起了几分爱然 轻衣女子张张嘴 最终还是轻叹一声 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后 她又说道 小姐 您消耗不小 还是先休息恢复一下吧 傅大师文言点了点头 从旁边取了个玉瓶 打开了瓶三 闻了闻之后呢 直接倒出一粒丹药来 吞咽下去 再然后盘坐下来 调息旋律 片刻过后 有蓝色旋律光芒流动起来 轻衣女子则是更加忙碌了 将炸开的丹炉碎片 开始收拢 然后就是等待 约目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傅大师常常吐出一口气 再而后 睁开了美眸 小姐 好了吗 轻衣女子连忙询问 傅大师脸上的疲惫和憔悴 已经消退了许多 轻轻点了点头 好很多了 然后她环顾四周 站了起来 收拾好了吧 出去给丹会的人说一声 看需要多少钱 赔给他们吧 丹炉是丹会的 如今裂了 她虽然是三星炼药大师 但是也要赔偿的 好的 轻衣女子点点头 然后就要往外走去 面肌 傅大师突然开口说道 轻衣女子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吐了个舌头 说道 差点忘了 当即取了面纱 附在了脸上 将她十分好看的面容 给遮挡上了 扭过头来 让傅大师检查一下 当傅大师点头之后 她这才点点头 转身 推门出去了 正打算走出去之时 门口 一个惊喜的声音 响了起来 哦 轻衣女子被吓了一大跳啊 扭头看了片刻之后 她那好看的眉头 也都跟着皱了起来 是你呀 正是逼人 请问 傅大师练好丹了吗 一个声音中 带着几分忐忑和期望的男子 响了起来 里面的傅大师 微微震了一下 然后眉头 也跟着皱了起来 她也取了面纱 附在自己的脸上 轻刻之间 便将她那绝美的容颜 给遮掩起来 你这人真是的 这么多天了 已经跟你说了 我家小姐正在练丹 你就不能去找别人吗 如今就算练成了 她消耗又得多大呀 轻衣姑娘 脸色不大好看的低声 呵斥道 那个男子的声音 露出了几分苦涩说道 轻姑娘 并非逼人不懂事实 实在是小女受创极重 伤势又极为怪异 逼人找了好几位二星大师 巨都束手无策 逼人人为言轻 也请不来其他的三星大师 唯一指望的 就只有副大师了呀 还请轻姑娘大发慈悲 通饼一声 大恩大德 我神家上下 莫尺难忘啊 男子的声音 惩治到了极点 甚至带上了一些恳求 你这人 轻姑娘气急 感觉这个人不通人话 轻儿 正在此时 傅大师清脆悦耳的声音 响了起来 轻姨姑娘愣了一下 扭头说 小姐 外面是谁 傅大师询问 逼人沈安言 拜求傅大师现身一见 轻姑娘还没有说话 一个激动的声音 已经响起 轻姑娘暴露在外的眼神 瞬间透露出了不快 撇了一眼旁边的沈安言 不满地哼了一声 这才说道 小姐 这沈安言的女儿 好像受了什么重伤 三天前就来找你求医 这几日天天都来 给她说了好几遍也不停 你这财量好药 消耗那么大 哪有时间给她女儿 看什么伤呀 好了 轻姑娘的话还没有说完 傅大师已经开口了 她柔声地说道 你去忙你的 沈先生 进来说话吧 小姐 轻姑娘 接着便瞪眼 谢谢大师 谢谢大师 沈安言却瞬间激动 连忙跑了进来 轻姑娘不禁翻了个白眼 门哼一声 一跺脚 不开心地走了 沈安言一脸激动 走进了房间 却又不敢深入 隔着屏风 看着傅大师的影子 连忙躬身行礼 说道 在下沈安言 见过傅大师 不用客气 沈先生 恋爱究竟是什么伤 又有什么特别 能让二星恋药大师 也束手无策